小时候听人家说 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 那今天我们用猪的后宫来做一顿饭 肋排擦干净切成麻将排 一条 二条 三条 哎呀妈 这块不是亲生的 三条 四条 杠开 三点盐和黑胡椒洗个牌 热锅 热油 开始宠幸他们 肩幼的声音真是太好听了 翻个面继续听 如果锅不够大千万不要把肉一次都放进去 排骨也需要私人空间的好吗 煎好把排骨盛出来备用 别刷锅 别刷锅 再放点油煎洋葱 就是一整个洋葱切成细条 可以加点水落和锅底美味的肉汁 趁洋葱在锅里忙的时候我们来调个料 六半蒜切末 葱拇指大小的姜绒 两大勺韩式辣酱 两大勺蜂蜜 三大勺味淋 没有味淋可以用糖加料酒代替 三大勺酱油 一大勺香油 三大勺辣椒面 一盏黑胡椒融合 看看这色泽多么的优秀 我真的好贤惠呀 这时锅里的洋葱应该都舒服的软啪啪了 你们往那边搁去搁去 把酱汁倒进去炒一炒 要小火哦 等到香味都出来了 把洋葱和它融合 再把煎好的排骨放进去 一加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我知道这个时候你已经想要开始吃锅了 请停止你大胆的想法 加三杯水烧开 嗯 这个水正好可以刷一下碗 妈妈告诉我要勤俭节约 不能浪费 水开了以后盖盖子转小火炖40分钟 然后倒一杯洗好的米 搅和搅和再炖25分钟 等到锅里的水分都干了 只剩下幸福的小泡泡 我们的饭就炖好了 撒点葱花 整点芝麻 就是幸福的一顿饭啦 骨头可以轻松地脱下来 一大口饭 再让一整块没有骨头的排骨 这大概就是天堂吧 难怪天使都是胖胖的 拜拜 拜拜